大家好,今天要來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Subtime Design這套軟體 如何幫助我們特效美術來提升工作流程 以及產出的品質 這是一套程序式貼圖生成軟體 所謂程序式的意思就是說 透過數學或韓式的方式來產生我們的視覺結果 這邊這套軟體主要就是產出我們所需要的所有的貼圖 也包含現在主流的PBR流程所需要的各種貼圖通道 跟貼圖資訊它都可以幫助你很有效率的來製作 我們可能會從YouTube上或網路上看到很多 比如說Subtime Design的展示或是教學 主要大多是針對 角色模型或是場景物件 這類的物件的貼圖 在進行製作 大多數可能是偏寫實的風格 它的一個樹狀的 結構圖有些可能非常龐大 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看到會嚇一跳 到底要怎麼開始 我必須老實說 在我們特效運用上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會用到的部分其實也不多 常用的節點大概也就是那幾個 所以不用擔心 只要學會那幾個 對那些常用的節點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出很多 我們特效使用上所需要的貼圖了 所以其實沒有很複雜 那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話 那就是自己額外花時間再去看 那其實去看 像角色模型或場景物件那些相關的一些教學 其實也可以從中間學到一些節點的使用的方法 甚至一些很有趣的連結的方式 來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 那都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資源跟學習方向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不用講 看到那麼複雜的地方 我們先從簡單的基本我們常用的部分 來跟大家介紹 那也不會覺得那麼困難 那其實光是這些部分 就可以幫助我們提升很高的效率了 所以是相當值得推薦給大家 來使用的一套軟體 好那首先呢我們打開這個軟體了 就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介面 那它會正常呢 它會先問你 要產生一個新的Graph 就是一個一張圖表 那這邊都已經預設好了 它的預設圖表 那基本上呢 我沒有 我當然不可能全部都用過 那對我來講 我主要就是開空圖表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個PBR的一個標準的一個圖表 那這邊已經幫你配置好了預設的 相關的PBR輸出通道 那是相當方便的 那還有各種不同的模式 那對特效來講 我們基本上不需要這些東西 只需要 從Empty開始 就空的圖表開始 那這邊是命名 這邊是它的尺寸的關聯模式 那基本上是預設 關聯它的PALENT 就是上一個PALENT的一個 尺寸 去Follow下去 而不是個別設定 那這就是 尺寸嘛 512乘512 然後一樣是 關聯PALENT PALENT層的設定 那這邊就OK 就完成生成一個新的圖表 那在這左半邊這邊呢 每一個就是一張圖表 就是一組我們的編輯檔 那我已經準備了幾個編輯檔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一些常用的一些 內容或者是說 一些簡單的展示 好那現在呢 中間看到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空圖表 我們圖表的區域 就是我們來拉節點 來進行 工作的環境 就是在這個區域 那右半邊呢 就是你每拉一個節點 右半邊就是它的屬性 的設定的位置 Property 那下面呢 就是將我們的 貼圖的資源呢 對應到3D空間來做檢視 那對我們特效來講 其實也是蠻少使用到這個啦 因為如果 這主要是你做 需要去使用到模型啊 或者是物件的時候 當然需要一個 3D的即時環境去預覽 你在PBR面的 燈光光照底下所 產生的一個效果 來做一個快速的檢視 所以需要這個區塊 那對特效來講 我們幾乎都只看在 2D的部分 這2D的預覽視窗 會將節點的結果 顯示在這裡 那左下角這一塊呢 就是 Shotan Designer的精華啦 所有的節點呢 都放在這個Library底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大一串 有 常用的一些工具欄位 也有一些 Function 然後還有它 預設好的材質 PBR的 Material之類的 可以直接的套用或修改 那當然也包含韓式表 你可以下到整個 節點的底層呢 去做韓式的修改 來實現你想要的一些 特殊的效果 或者是 微調 進行一些微調 那基本上呢 我也很少去用到這個部分 那其實這部分 其實某種程度 很像Share的編輯 那其實也不太好 在Designer使用上 其實 不太有機會要去改造這個東西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再 自行深入研究一下 那今天要介紹啊 就是 生成器的部分 Gernator 那這有兩個 兩大區塊 第一個就是雜訊 第二個就是 Pattern 圖形 那我們先介紹 雜訊的部分 上面Designer的雜訊 非常的厲害 因為它是程序師生成 所以它也已經 因為透過程序師的方式 幫你進行 無縫的效果 的配置 所以 你這樣一秒拉進來 點選之後拖拉進來的圖表 我們就得到一張雜訊 這就是一張無縫的雜訊 在2D的預覽視窗右下角 這裡有一個網格的 Icon 按下去 就是一個無縫 無線的 無縫貼圖的一個預覽 來查看它的 效果 那就是一個 很漂亮的 無縫的雜訊 結果 那對比我們用 Foloshop A1 去處理 無縫的效果 就算效率再高 可能也要花個 一兩分鐘 那在這裡呢 就是一秒鐘 而且你可以快速的調整 然後 去得到不一樣的細節跟結果 然後甚至這邊呢 你還可以改變採樣的 的內容 的參數 亂數值啦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拉霸有一個極限 但是其實在Designer 許多欄位 後面的參數 是可以 直接輸入的 那是可以突破這個拉霸的範圍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 去 去調控一下 多去試試看一下 得到不一樣 更理想的一個結果 所以像這樣 快速就可以得到一個新的 雜訊結果 在我們搭配 Shader 編輯的時候 其實就會是非常 很有效率的事情 我 幾秒鐘的事情 就得到一張 新的結果 然後這裡存檔 輸出 我們這裡也可以選格式 輸出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 更新進行期來查看配合 Shader 運作 所得到的結果是怎樣 是不是合乎我們所想要的 如果還差 差一些什麼 我們可以馬上再回來這裡修改 那這裡 這個流程呢 與Shader 配合流程 就是一個非常大亮點 這樣一來一回的速度 其實非常的快 效率非常的高 那對比 AE Photoshop就不用講 Photoshop在處理 搭配Shader 運作的方面 你所得到的資訊 其實都 相對沒有辦法精準 因為基本上都是靠 藝術家本身的手繪能力 或什麼 在上面製作 那AE 的話呢 精度又有限 那在 Designer 的部分 是 目前我認為效率最高 效果最好的 的一個環境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Cloud 就是 Flowshot的 那個Cloud的效果 那像 這個 這個 這裡就有很多 不一樣的 雜訊 然後呢 比較常用的 除了Cloud 跟Cloud系列 然後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特殊的 像這種 或者是像 細胞 3D Mesh 裡面的 Material 也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紋理 然後另外呢 這邊呢 有一些 比較複雜的 比較特殊的 像是 樹皮一樣的雜訊紋理 那這就是 它已經預設好 幫你編輯好 的一些 效果節點 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 拉出來 試試看 然後記得右半邊 這裡有很多參數 我們都可以去做調整 效果是非常快速可見的 所以 其實上呢 就是自己 多直接去嘗試 就會知道 然後這裡要介紹的 這個 PLYNOIS 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一個雜訊 是我們最常使用的雜訊類型 之一 它是屬於比較 Smooth的一個雜訊 我們在特效製作上的使用頻率很高 還蠻常需要到這樣子的一張 雜訊的貼圖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常用的 就是這種 這種 其實就是類似AE的 Fractal Noise 平常我們以前都是蠻常 從AE取得這樣子的雜訊圖 在 Designer也有類似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是屬於一個高照波 比較多複雜波形的一個雜訊 而這個是一個比較 Smooth波形的一個雜訊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 這個2D預感視窗這裡的一個 可視圖 可以看到整個 它的一個波形的分佈的狀態 然後呢 可以看到 一個 呃 要 特色吧 它這裡呢 可以檢查我們的資料是不是 由0到1 那這一張的話 其實就沒有到0到1 那對我們學的編輯上 這是一個 時常需要注意的點 那這邊呢 也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工具來幫我們進行檢視 那是否需要去調整我們的色階 或者是曲線 好然後這邊呢 大概 就是雜訊 那比較常用的幾個類型 那剩下就讓大家自己去嘗試看看 那最大的亮點就是無縫 快速調整 取得新的結果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Pattern圖形的部分 那Pattern部分 這邊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效果 但是其實常用的呢 其實也就那幾個 那 首先來介紹就是各種 gradient 就是漸層 可以看到這縮圖就這幾種 這幾種類型的說 的 漸層 那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做調整 那這個也是 對稱漸層 那一樣這邊都可以去做調整 那相當的方便 那 這邊都可以 實際的呢 去嘗試看看 那一樣可以 Tiling它 好然後還有這個圓形 我們常常就要製作 Grow的光暈嘛 那就可以用這個來製作 然後呢 來搭配 搭配曲線的來 來調整 我們的一個 漸層的分布 然後再來就是 多邊形 那可以決定你的 邊數 來 來 或者是代理 縮放 以及旋轉 好像讓我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Shape 這裏面呢 可以 這個節點呢 提供了 許多常見的 許多常見的形狀 我們可以看到 有這些 那一樣可以調大小啊 尺寸啊 Y軸 X軸 Y軸 然後旋轉啊 或是整體的這樣子一個 轉向 那相當的方便 然後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這個 Shape Mapper 它是幫你把你的圖形呢 轉成一圈 我先把這個切回 巨星 還方便查看它的效果 先做成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會把你的圖形呢 彎曲成一個圓形 然後這邊就是 可以決定它是 Circle 圓形 或者是Polygon 現在的面數呢 Setum的面數是8面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8邊形 6邊形 5邊形 4邊形 三角形 它可以是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然後這邊就是你的 圖騰的數量 當然你也可以 輸入更多 你可以快速的去製作 這個圖騰 的運用呢 很快就可以製作一個類似 科幻風格或是界面風格的一個 一個 結合型 然後呢 如果有時候我們不希望它彎曲啊 我們只是想要把它排成圓形啊 那就要選擇另外一個工具 叫做 Spreader Circle 那它預設了 你可以使用它內建的 所提供的這些Pattern 其實就跟 Shape這個工具是一樣的 那我們也可以使用 你自己製作的圖騰 來輸入 Image Input 那它這個呢 就是單純的把你的 物件呢 排列在這個圓形的錯標上 而不會去扭曲它 不像這個會去彎曲它 不會做形變的意思 然後這是決定它的數量 然後 你的圓周 尺寸 是否你的圓周是不是Random 然後角度是不是Random 當然我可以更多 是不是 Spiral 就是螺旋形 各種參數也可以去調查看 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效果 整體的位移 等等 然後接下來 然後接下來 還有 像是Starter Starter Burst 這個東西 它很快呢 幫你生成這些像光芒的效果 那 有時候可以來做一些 像是 打擊的曝光的形狀啊 等等 我們這邊可以給它 做一些 Size Random 我們 尺寸呢 加大一點 好 很快得到一個曝光的效果 當然 這個曝光效果還不是很完美 但我們可以再透過其他方式 才得到更好的結果 那如果你只是 要一個簡單快速的一個做法 這裡就可以馬上去 實現了 那 接下來就是 Tile Generator Tile Generator有兩個類型 主要是 Tile的生成器跟Tile的採樣器 Tile Sampler 這兩個有點不同 但是 基本上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只是說 Sampler 可以處理的細節更多 那我們首先來看看它怎麼運作 那我們一樣也可以輸入我們希望 我們自己定義的圖形 到這個 Pattern Input 連結點來 我們來 找到Pattern的地方 Pattern的地方 來決定我們 是採用 Image Input 然後來決定我們的數量 這邊一樣針對 位置 尺寸 以及顏色 都可以做 設定跟修改 還有包含旋轉 我們尺寸Random 然後我們的位置 Random Random的採樣 然後 X軸的Random Y軸的Random 整個世界坐標的移動 OK 然後旋轉 旋轉的Random 然後 色彩明度的Random 然後呢 這裡呢是遮罩 它可以幫你遮掉50% Checker Mask 就是像旗板格的遮罩的模式 的樣子一樣 我先把坐標都回回來 然後像旗板格 它會間隔一格 就把它遮掉 就少掉50% 這樣更容易去打造更加 隨機的 的感覺 好 我先把它開回來 好 我先把它開回來 恢復亂束的狀態 我讓一些圖形呢 有一些重疊 那重疊的時候呢 這裡有提供幾種 Branding的模式 那最基本的就是 加色 直接疊加在上面 或者是 採用最大值 或者是Sup的方式 然後整體的透明度 都可以調整 那這邊呢 Sample有什麼不一樣呢 基本上 基本上是一樣 但是它就是可以處理一些細節 這就是它最大的差異 那些細節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有需要指定 特定的 我們點兩下 就會顯示在下面 我先把它 改回來 方便看一下 好 比如說我有希望 中間呢 比較大 外面比較小 或是中間 只出現中間有 然後外面 我不希望有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可以 去輸入一張 灰階圖 來告訴這個節點說 根據 0到1的位置 也就是黑到白的位置 這張遮罩 來 決定 它的參數是什麼 那這邊 可以來控制 比如說 尺寸 它的位移 然後它的旋轉 甚至它的顏色 它所出現的位置 然後Mask 那我們來嘗試看看 Mask 會是什麼效果 或是希望中間有 外面不要有 那我就需要一個圓形 那我拉一個圓形 然後呢找到 Mask Map Input 然後點兩下 回到Sampler 那一點還不會有效果 我們要先做一些設定 那因為 我們找到 Color這個欄位 我們需要告訴它 我們的採樣的法指 是多少 所以現在是0 所以大於0 通通都是1 代表現在 這張圖 輸入之後 做法指的檢測 是全部顯示 那我希望只有 0以外的區域 就是 白色的部分 才會有 那我就把法指 拉高一點 只要大於0 就可以看到 有效果 那我指越高 法指越高 代表我的 圓 圓呢 就越往內縮 那時候渠道的範圍 就越來越小 像這樣呢 就可以去控制 我需要產出的位置 那這次是一個 非常方便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用AE 或用Foloshop 要怎麼做 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 得出來的結果 也不精準 這是 這個結果 是非常的精準 好 這就是 Tile Generator 跟Sampler的不同 那這邊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常用的 Pattern部分常用的節點 那可以注意到 它有 兩個看起來很像 但是顏色不太一樣 名稱 乍看也一樣 的節點 其實它是區分你輸入的資料 Tile Generator 跟這個Tile Generator Color 它是有點不同的 像我們通常這些節點 它都是 浮點數 Float 1的一個資料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輸入的是 Color RGB Vector3 就是向量3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就可能需要 去 選用 這是後面有 Color的 如果不是的話 選用GrayScale 的模式 或是預設是 後面沒有 額外的名稱 的節點 那就是 給這種 單純浮點數結果的輸出的資料來使用 這邊 順便來講 解釋一下 如何改變 浮點數 資料 這個是 1 如果我們現在把它變成 是RGB的結果 那我們可以 去 我們 點出這個節點 拿出來 就會出現這個 快捷的一個選單 我們可以選到 GrayScale Color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選擇 GrayScale的模式 它的Output是灰色的 代表它是 其實就理解的 它就是一個灰階 就這樣就很好記了 這灰階 代表就是一個 浮點結果 那 點選Color 它馬上就變成一個 橘色 它其實就是一個 RGB 的一個資料的結果 OK 那 這個 Grading Map 還可以做一件事 它其實就是拿來做 我們的色彩的 映色 就所謂的Color Mapping 的部分 其實也跟 Shader很像 那我們這邊可以點開這個 這個 灰階鍵層 來做顏色的設定 那我們選到這個節點 我們來改變它的顏色 那我們空白處按一下 也可以新增節點 像這樣我們就可以去調整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顏色的映色 根據它的灰階值 把我們想要顏色的映色上去 就可以得到一個這樣子 一個 資料 RGB 色彩資料 好 那 這邊呢 就是 兩大 生成器 弄維斯跟Pattern 那既然有這些圖景 我們常常就需要做修改 那就要討論到 所謂Filter的部分 Filter常用的部分 就是修改器的部分 就是Adjustment 它有點像AE的濾鏡 的概念 那它也有 一些blending 或者是模糊 我們可能會常用到的 一般的模糊 高式模糊 或是 方向性的模糊 然後通道的合併 然後一些特殊的效果 那這邊效果非常多 可以去嘗試 比如說像馬賽克 或者是 方向性的 那個 Warp 就類似 AE的 Displacement 還有像Glow Glow的效果 簡單測一下 比如說把Glow拉進來 那我們這個常見的光芒 我們通常都會 做一點Glow在外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拉進來 透過這個節點 來產生Glow的效果 可以去調配看看 得到你要的結果 像這樣就是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工具 好然後再來就是Normal Map 那它也有很多處理Normal的一個工具 那基本上都是處理角色 然後場景物件比較常用 對特效來講只需要用到一個 那就是最基本的Normal的工具 那我們可以在上面快捷欄位 其實也可以找到 就是這個Normal的節點 那比如說我現在 希望有 可能我現在就要做打擊所產生的 勞動嘛 就是所謂Distortion的特效 那我們常常會需要給它一點 雜訊 雜訊的Normal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 產生一張Play Noise 然後連到 Normal 那因為它現在的紙很小 我們可以把它大一點 好我們就可以馬上得到一個 Normal的結果了 非常的快喔 那在A1根本沒辦法處理這件事 可以做 手續非常之多 而且 非常的麻煩 那在這邊是 也是幾秒鐘的事情 馬上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你可以切換成你的 目標平台的一個 一個 模式 是DirectX還是OpenGL 都可以去做切換 非常的方便 那修改器的區域呢 其實東西很多 我不可能 一一介紹 那我現在的重點 就是介紹常用的 那基本上常用的 幾乎都在這裡 那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這個呢 是Blend Mode 就是像AE 或者Photoshop Photoshop的那個 blending的效果 那我把 我來拿這兩張雜訊來做 展示 那這是一張高 高照破 一張低照破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 介於這兩個照破中間的一個 結果該怎麼辦 那我就需要把他們兩個blender 在一起 那就把他們兩個連在一起 那下面這Opacity呢 是指 這個Opacity 會作為前景色的遮罩 比如說 我拿 這個來去遮它 或者是我 我拿這個比較明顯好了 你看前景色的部分 就被遮掉了 那遮掉的部分 就顯示出背景色 我們看到背景色就是這裡嘛 背光 就是這個 Pray Noise的部分 在右邊 OK 然後呢 Auto按住了 就可以把它取消 斷開它的連結 那我們來點一下 Blender Mode 在右邊的屬性欄位 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調整它的 半透名字 那也可以直接選擇 Blending Mode 那這裡有加設 檢測 橙色 等等 很多 那 很多就是跟AE或ForeShop 類似 的節點 那我們就可以去這樣子使用 然後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那剛剛有提到 我們在使用 圖像 尤其是在進行 我們學的製作的時候 會很注重我們輸入的 圖像資料 它的 資料範圍 那大多數 我們都會習慣把它固定在 0到1的範圍 那我們打開這個檢測器 可以看到 它目前這一張 這個結果 的資料範圍 並沒有完全 達到0到1的範圍 它到這邊就 結束了 那我們需要把它 回歸0到1的一個 的一個 射接的範圍分佈 那最快的方式呢 就是選擇 上面這裡有一個 Label 就是 射接的調整 然後我們直接把它拉過來 或者呢 這裡有一個 Auto AutoLabel 按一下 它會自動幫你 計算 把它歸位到 那個 0到1 就是資料庫 它的圖像資料 像素資料 是全滿的一個 一個範圍 那 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呢 如果今天我們 譬如說 我把它停在這裡 那我回到Print 去修改我的 彩樣 彩樣一旦變了 這個 射接的範圍 就產生變化了 OK 那你就又要再回來 再做一次 它是有點麻煩 所以呢 Designer 也提供了一個工具 那我們在空白的地方 按下空白鍵 也可以交出這個 付出選單 那我們輸入Auto 就是自動射接 它就會自動幫你 歸位 馬上就得到了 這樣的結果 那我們 再來試試看 不管怎麼採樣 它都是很完美的 符合在這個 0到1的範圍 那是全滿了 那代表我們的 我們的 色階的資料呢 是完全充分利用在這張 貼圖上 沒有 浪費掉 浪費掉那個 像素空間的資料 那另外呢 既然有 對比的這個調整 它也有曲線 那就是這裡 客服 拉進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空白出右鍵 直接輸入客服 就可以找到 那我們可以拉進來 然後一樣 先把這關掉 然後就是 調整曲線嘛 這個就跟 AER Photoshop 都一樣 這就沒什麼 需要特別解釋 然後 再來呢 就是 blur 如果需要它 比較模糊一點 這裡 連進來就可以 進行一個模糊的效果 但是呢 這個模糊呢 它的 有分兩種 在 這個 模式底下 它 其實不會是 很漂亮 我用這個 這一張來試試看 Ctrl D 我可以 我複製一個新的 Cloud 我用這個案例來給大家解釋 會比較清楚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進行blur之後呢 其實看到它的紋理 出現一些不是很平整的 很Smooth的一個效果 不是很漂亮 那Designer也提供了另外一個工具 叫出選單輸入blur 我們可以看到blur HQ High Quality Gray Scale 可以看到 這個節點呢 就可以讓 你的資料 縱使透過 模糊的計算 還能夠保持它的 平滑性 那這邊快一點 我們可以拉到1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調整 然後你看這樣 做模糊之後很容易 我們的設計要跑 所以像這個時候也需要一個 Auto Level 來進行 那 有了模糊之後我們可能有需要 讓它扭動啊 扭動啊 扭動啊 就有一個叫做WARB的工具 Direction WARB 或者 直接就是WARB 它有這兩種 那我複製一個 Ply Noise 來 進行解釋 我都把它串在同一個的話呢 會是什麼樣呢 我把它直開大一點 好像朝某個方向在溶解 或是 什麼樣的一個效果 那也是蠻有趣的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感覺 那WARB呢 它是 沒有像性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它等於就是擴張性啊 一個擴張性的一個效果 跟這個方向性的 的節點 Direction WARB 是不太一樣 但也都是蠻常用的 有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打破一些我們紋理的規律感 或者是增添更多 有趣的細節 然後 一個很常用的就是 這個 Transform Transform啊 我用 圖形的 節點來解釋 Transform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 縮放啊 旋轉啊 位移啊 好位移 那這邊呢 我們 位移的部分是還好 主要是 Stretch的部分 其實就是縮放啊 它因為呢 它有 就是 無縫的特性 我改成用 雜訊好了 Ctrl D 複製一個 雜訊來解釋 好 因為 因為我們的貼圖是有無縫的特性喔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做縮放啊 如果你直接 比如說你隨便輸入 一個字喔 大家看到 它的無縫已經被我破壞掉了 因為我縮放它的 的 比例喔 所以它無縫就跑掉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它在縮放的部分呢 其實它有一定的規則喔 就是要 盡量以它的所提供2的倍率去做 做運作 它就可以保持它的一個縮放比 那當然它也有提供 簡便的工具喔 算防呆工具吧 我們輸入save save transform 它就沒有提供 給你那麼多 輸入的細節 它就直接給你一個tile tile的參數 你要tiling幾次 它就一定保持 完全無縫的一個結果 那你的位移 旋轉 從此旋轉可以保持 那這邊是比較自由 好那我們 這邊呢就順勢解釋一下怎麼解決 解決我的無縫跑掉的問題喔 好像現在跑掉了 那 它也有提供我們傳統在製作無縫貼圖的那個流程 就是AER或PhotoShop 我們是會複製一層 然後來進行位移 50%的位移 然後再做中間的一個模糊 把它 把它融化到下一個 原本的塗層上 然後去形成一個 無縫的一個結果 那這邊呢 其實也有提供類似的 工具喔 就是在Tiling這裡可以找到 那就是找到這個 Make it Photo OK Make it Tile Photo Great Scale OK 我們把它掛進來 然後可以打開來看 現在原本是這樣 然後掛了這個之後 你看它已經幫你把 它又幫你的無縫進行的修復 然後它這邊也提供了一些參數 去那裡 它 就是可以幫你打破更多那個規律性 不是只是單純 比如說我們在AE做啊 可能就是一個很直線的遮罩 那在這邊呢 它就是提供一個 不規則的一個邊緣 然後來打破那個 很很規律的線性的感覺 來避免太過 太過造假的一個無縫的一個結果 這邊很多細節 我們都可以去圍掉它 來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非常的方便 好然後還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呢 想一下 還有像是 像是這個 我們把它連結一下 它其實就是把你的 灰階呢來做色塊化 那如果 今天如果有一些有趣的文理我們想要 去把它處理成風格化的感覺呢 就可以利用這個節點 來製作 這個節點可以在Effect裏面 找到 好像是在下面 還是在 我習慣直接敲 好 那 還有 像是 這個 Sorry 這個Quantize 是在 Adjustment 底下 我記錯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Power 它就是 我們 編輯Shader 常用的那個 Power 概念是一樣的 其實SHABZDESIGN 因為它是程序式的生成 是透過數學跟函式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運用Shader的運作來進行這件事情 所以是一樣的原理的 那 這裡也有一個 法子的工具 就類似我們剛剛在調整那個 Tiling的遮罩一樣 然後這個法子的輸入 就只有0跟1的結果 大於這個法子都是1 小於這個法子就是0 也就是黑色 我們可以這樣去修改我們的 圖形 大概常用的 就不外乎這些 然後 最後要介紹的是Channel 因為我們今天 進行 Shader編輯 我可能已經 做好了 但是我們每個節點都是一個 浮點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最後是希望把它變成一張圖 所以它是一個RGB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就需要一個RGB Merge的工具 假設說我就這幾個結果把它 混合在一起好了 假設這是我要的 RGB 那我們就混在一起了 那通常呢我比較不會去多 多 綁定 AFA通道 一來節省治療量 二來 那個我在學的運作上也比較快速一點 那 所以呢我會 把它的AFA 分離 只留下RGB就好 我 圖的壓縮 就不會 包含 AFA通道 就單純RGB的一個圖 RGB 這邊也可以檢測我們的結果 RGB A是沒有的 我們這邊是沒有A的 OK 那儲存呢 那就從這邊了 剛剛有解釋過 大概就是這樣 常用的工具 跟節點 大概就這些了 其實你看 並沒有很多 我用了這 好一段時間下來 其實我可能只使用了這整套軟體的 20%不到吧 但是這樣已經足以幫助我製造 非常多有趣的特效 也提升我很高的一個工作效率 所以 這部分的介紹 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會 展示幾個 整個實際工作流程 搭配靴的運作上的一個 一個狀況會是什麼樣 會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希望今天的分享 對大家有幫助啦 那也希望大家 嘗試看看喔 好嗎 還有